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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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連休閒連講師所帶來的演講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我叫連休閒 我們都看到我們的課表了 大家有 從早安到今天有拿課表出來看過 這隻課 課表 有課表在裡面啊 你翻過來就有課表 課表現在這隻課的題目是什麼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嘛 為什麼要從戰爭史 到底什麼是戰爭史 從五人類一來 人就很愛戰爭的 不管喔 從古早以前 那個 男生為了要搶女生 這是動物本能 兩個男生為了要爭奪一個女生就會開始戰爭 兩個人開始小怕 三個人就搶得更兇 然後就會找到一個這個團體裡面的領袖 他可能就有很多的 母的那個生態社會裡面會跟著他 一隻公的配很多母的這樣 從以前就開始戰爭了 那戰爭史跟我們台灣地位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裡面聽不到蝦羅威可以拿一隻手 蝦羅威 都聽到嗎 但是蝦羅威也不是我們的母語 各位知道嗎 我們的母語到底是什麼 昨天那個潘議長有沒有告訴各位 西拉雅語 我們北部族的我們的母語是西拉雅語 可是我們都沒有聽過西拉雅語對不對 最近那個台北市的那個 城市的那個文藝 有在辦那個 在講那個西拉雅族的故事 有辦這樣的活動 各位可以上網去找 那西拉雅語是我們很早的母語 但是因為中國人一直進來 然後強迫的 用他們的閩南畫 閩南畫就是福建南邊的畫 來交給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人以為 閩南畫是我們的母語 因為我們的西拉雅語 那時候沒有文字去傳承 所以呢 西拉雅語最後就有點失傳 現在我們有很多文史工作 工作者在試著去把它 回覆我們的西拉雅語 讓各位了解我們的母語到底是什麼 這裡面也告訴各位 我們一執政之後 我們的那個官方語言 就會變成英語跟日語 我們的官方語言是英語跟日語 所以現在各位可以開始準備 像我現在就很認真在 學英語跟日語 這些是將來的變化 然後機會永遠是可以準備好的人 你如果準備好 你到時候你就會很得心應手 包括跟美國的溝通 跟日本的溝通 美國跟日本 在戰爭史裡面 跟台灣又有什麼關係 那戰爭史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有一個戰爭法 有一個母法 讓全世界可以有依歸 我們講到戰爭法 最近全世界都一直在談一個話題 叫做克里米亞 各位有聽過克里米亞嗎 克里米亞公投 然後呢他們要回到俄羅斯 到底合不合法 合不合戰爭法 我請教一下各位 克里米亞公投 要回到俄羅斯 到底合不合乎戰爭法 不合法 為什麼不合法 我們以前 台灣常常在講 情感的台灣 政治的台灣 現在都不要說 我們講法理的台灣 為什麼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 不合乎戰爭法 不合乎國際法 不合乎萬國公法 為什麼 這個待會兒 都會慢慢的告訴各位 我看人進來的差不多 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把手機關靜音 每一堂課幾乎 講到一半都會有手機響 然後講師 我在台中在演講 我說幾乎清場 我自小時候 就開始 演講比賽 朗讀比賽 辯論比賽 然後到了軍隊裡面 還當三民主義巡迴教官 反台獨宣講隊隊長 對幾乎清人在演講 說這樣幾乎清場 符輪社是會這樣 我到現在因為我是 在做教育訓練 我每次上課我最怕手機響 真的 我很怕的 這好像看到毒蛇 從我們眼前這樣撲過來 因為很認真在講 然後突然手機響了之後 你會想 這個人要不要接電話 然後愣了一下 然後就忘記自己 接下來要講什麼 結果說要堵掉了 你知道嗎 你如果吃飽飽去堵掉 你會覺得很辛苦 我吃太飽 你話說不出來 譬如說很順暢的 然後再講一篇演講 然後突然到一半的時候 說要堵掉了 所以拜託各位 手機看一下 現在關靜音了沒 注意一下好不好 把它關靜音 下課可能各位都有講電話 把它關靜音 我希望從頭到尾 這些邏輯可以讓各位很清楚 因為你們接下來 一天多的課 一天多的課裡面 會從邏輯 從一些事實 甚至對一些台灣史的一些解碼 每一個老師 他們都非常的認真的去研究 然後讓各位去了解 為什麼不再講情感台灣 為什麼不再講政治台灣 為什麼要講法理台灣 我先從克里米亞 開始跟各位報告 克里米亞 他在那個 那叫什麼 賀魯雪夫 對那個 那個總書記那個時候 他可能心情一高興 那時候成立俄羅斯邦聯 所以呢他就把克里米亞 送給烏克蘭 因為那時候都是俄羅斯的 在那個可能一百年前 他都是俄羅斯的 所以他覺得說 環境都在我這裡 我送給烏克蘭也沒什麼 結果他那個時候 一個開心送給他 你既然已經送給他了 已經成為 烏克蘭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裡講到重點喔 什麼叫做殖民地 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各位知道嗎 我也不是學戰爭法的 我也不是學萬國公法的 我學的是注意力 我學的是意志力 我學的是那些 整個那個 企業管理這方面的 對這個我本來也是一竅不通 我跟各位一樣 兩年前我坐在台下 我坐在台下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我爸爸被騙 因為我爸爸來上課 我爸爸帶我們女兒來上課 我爸爸帶著我大女兒 他們上完以後就說 台灣變天啊 我想說台灣變什麼天 你們是遇到詐騙集團 我就問他說 你來上課繳了多少錢 他說繳六千塊 接下來還要再繳一萬塊 我說還有咧 我想說詐騙集團就這樣 一直收一直收 他說再接下來沒有了 就只有繳一萬六 我想說他們既然來上課 那人就是這樣 因為我學注意力 當他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就會很想要認真了解 那我們如果在外面講他 他會覺得我們是局外人 我們只有進來這個裡面 才能夠去說服他嘛 所以我就進來上課 我進來上課 我很認真在找破綻 我很認真在找他騙人的證據 看看秘書長講的 到底有沒有合法 合理 我聽完以後 我就進來了 我聽完以後 我知道說台灣 真正 要有台灣人自己的路 只有這一條法理的路 我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說 我們這一群 現在到目前各位可以投入在這裡 八十幾期了 各位來這裡上課 來更了解 所以我們這些講師 才會很願意的 去蒐集更多的資料 來讓各位了解 所以我先再回到剛剛 各位請問一下各位 了不了解什麼叫做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跟殖民地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先跟各位講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先有義務 再有權利 他對這個國家是先有義務 日本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呢 台灣 日本對我們先有義務 再有權利 殖民地呢 他是先有權利 再有義務 那殖民地呢 就國際法來講 如果你要放棄這個殖民地 你只要放棄title跟right就好了 all title跟all right 就像義大利對索馬利亞的條約 他只要放棄他的title跟right 但是如果 你要放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要暫時放棄 他沒有永遠放棄 因為他已經是你的領土了 他就是你的兒子 我們常常聽到 父親對小朋友很生氣說 我要跟你斷絕父子關係 哪有可能 法律上沒有斷絕父子關係的 我起到就這樣 已經很抓狂了 這不好見 所以我要跟你斷絕父子關係 斷不了的啦 沒有 永遠都是父子 所以他只能暫時放棄 他要放棄他的title right跟clam 這是殖民地跟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差別在這裡 那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呢 他就 就算被占領 就算被占領 他也不能移轉主權 就算是被占領 他也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國際法裡面有兩條很重要的規範 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以後 拿破崙戰爭以後 就有一條很重要的規範叫做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就這兩個點 你就可以很清楚 中華民國 他就算再過一百年 就算再過兩百年 就算再過三百年 他一直留在這裡 他也不會合法 他也不會合法 他也不能移轉我們的主權 但是他有沒有做 他有做呢 他在六七十年前 就無緣無故的 把我們全部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各位我的父母親 我的祖父母 都是日本籍 各位大概覺得說 我的父母親 我的祖父母 這個每次到那個時候 就有學生在問 老師啊你是幾歲 你們看得出來我幾歲嗎 我女兒 我女兒已經念大學三年級了 我有六個女兒 這個驚訝比較大 我們後面阿K可以作證 他有去看過我們家 他有看過我們家的小朋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的父母親 我的祖父母 真的都是日本人 我已經快五十歲了 我現在要五十歲了 四十八 我現在四十八 九十八 你都不後面 哈哈 好 那個 我告訴各位 這個不是重點啦 每次講到這個 然後他們就比較有興趣 再問 老師你怎麼那麼早就那個 以前這麼早就笑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就結婚了 不好意思 天后後就開始 娶婆生小孩 我沒有很早 我第一歲生的是26歲 剛剛有很早 沒有啊 沒有啊 26歲算很早嗎 對啊 四婚嘛對不對 每個人都說 老師你很早 你生的小孩我沒有啦 我26歲生 我第一歲啊 對啊 一直生到36歲 這樣而已 對啊 我上次去那個 司馬庫斯去演講 我到司馬庫斯 我就問說 蛤 這你兒子喔 他年紀比我小 兒子比我大 年紀比我小 兒子比我女兒大 他說怎麼差這麼多 他說我們就 十六歲十七歲 我們北部就要結婚了 就叫他去生小孩了 他們在山上就要很早結婚這樣 因為早期 台灣沒有經過日本的統治 所以台灣那時候 疫病很盛行 那時候活到四十歲 就高瘦了 三十五六歲 三十七八歲就已經過世了 因為疫病橫行嘛 所以日本那時候 親王來到台灣 他第一個在看說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那個 生活條件這麼差 原來台灣沒有下水道 台灣沒有那個 那個過濾水的那種 所以他在幫台灣建造整個下水道 日本來台灣真的是 想要把台灣當作我們 他們的同胞 所以他們 從頭到尾 用文化 用經濟 用他的政治 來一起來一直不斷的同化我們 那為什麼他對台灣會有這麼深厚的感情 我要跟各位報告 在戰爭法還沒有實現之前 1830年之前 沒有戰爭法 沒有戰爭法的時候呢 全世界的戰爭就是這樣 陳吉思汗 打到哪裡 哪裡就是他的 他佔領的 就是他的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才有奧圖曼帝國 奧匈帝國 然後那個 亞歷山大大帝 才會這樣 他征服全世界 如果現在沒有戰爭法做規範 我告訴你 現在全世界 一半是美國 各位相信嗎 他打敗伊拉克 伊拉克是不是他的 他打敗西班牙 西班牙會不會要不要他的 西班牙那時候 底下還有什麼 還有古巴 還有那個 關島 菲律賓 還有一個叫什麼 古巴 關島菲律賓 跟那個 波多尼克 還有西班牙 他打敗之後是不是都變他 所以 如果 如果 佔領 可以就地合法 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那現在美國 幾乎佔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 為什麼美國 他佔領之後呢 就要馬上在當地 成立民政府 他一佔領伊拉克 我們要很驕傲 你知道打敗伊拉克的 其實 是美國對不對 可是設計整個戰術 七天的沙漠風暴 然後打敗伊拉克 是誰設計的各位知道嗎 我們台灣之光 邱強 一個博士 他帶著所有的團隊 去設計戰術 想到所有的可能性 不要那麼怕 七岡 沙漠風暴 要佔領伊拉克 他一佔領伊拉克之後呢 馬上要成立 伊拉克民政府 他是馬上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各位不知道 他伊拉克 他就從美國派一個人 來管理伊拉克民政府 然後呢 三個月之內 三到四個月之內 又辦了三百萬張伊拉克的 民政府的身份證 辦身份證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 要辦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自己的身份證 卻這麼困難 請問在座各位 你有台灣民政府的新聞 抓一下手好嗎 我看一下 在新穿的也抓一下手 大部分都在申請 好 手放下 這個很重要耶 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請教各位 你是台灣人嗎 你們都跟我們上頭說是呀 你們是台灣人對不對 我以前也上頭是呀 比如說當初一開始跟我們問 我也都說上頭啊 你要怎麼證明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這是什麼 身份證 頂管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耶 對啊 啊 這是什麼 這大家都 農物啦 鈔票嘛 千元鈔票 頂管什麼 中華民國 你用的都是中華民國的東西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是中華民國人啊 不是嗎 你怎麼證明 你要有這張呢 我每次拿這張出去的時候 我們朋友就給我問 啊 你叫我辦這張對不對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叫你辦這張 就算是齁 我也跟他講不是 因為太多台灣人已經被洗腦了 他們已經經過69年的洗腦 他們就剛開始齁 因為中華民國詐騙已經習慣了 他們就已經很習慣說 你來找我一定有目的 所以我每次去找他 不管我律師的朋友 不管我以前福倫社的朋友 我只要找到他們 我跟他們講完齁 我拿身份證出來 我拿鈔票出來 我再拿這張出來 他們看一下 喔 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要叫我辦這張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說沒有啦 我沒有要叫你辦 你不用辦啦 我沒有要叫你辦 你不用辦啦 你也不一定有條件可以辦 我哪有知道你是不是 我不是辦算還是中國人 對不對 我沒有要叫你辦啦 他反而會扔在那裡 那你來幹嘛 人就是這樣 這在注意力裡面齁 這是錯亂的注意力 因為他有固著的注意力 他就不會錯亂 你剛開始拿身份證給他 拿鈔票給他 他都認為理所當然 他會認為他是中華民國的人 他會認為他受中華民國的教育 他講中文 他唸的是中華民國長江的這個歷史 黃河的歷史 他唸的是兩河流域的歷史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唸的 我不知道各位小時候唸的是不是這樣 我小時候唸的歷史 好像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小時候唸的歷史 好像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中華民國的歷史 我台的地理都是中華民國的地理 唸的中華民國歷史 中華民國的地理 我都不知道台灣跟我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用教育這樣子 不斷的慢慢的去同化你 讓你了解 讓你自認為你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這裡回到各位 我們在演講裡面 我各位可能不會看太多投影片 我只讓各位去了解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你們都知道耶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所以你們今天才會坐在這裡對不對 可是 你們不了解台灣民政府之前 你們只是在把事情做對而已 對不對 你們該繳稅的時候去繳稅 該當兵的時候去當兵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把事情做對而已嘛 我最近碰到一個個案 我以前也在學校當代課老師 有一個學生 一個老師他還問我 他是我的學生 他也是學校的老師 他你給我問說 他們這次要比起來嗎 老師在打畢業班的分數 是很很很 就是心理壓力很大 因為一當掉 他就要再唸一年 所以他問我說 他裡面有兩個一定當的 不要上課 不要高作業 不要高時 所以一定要當 有一個是 都有來上課 可是不交報告 他問我該不該當 我說 你把責任推給我 我請問一下 如果你做對的事情 你會怎麼做 他說做對的事情 就是要當啊 要讓他學會教訓啊 你把事情做對呢 把他找來問一問 教一教 看他問題在哪裡 然後就閉著眼睛給他改60分 你把事情做對 大錯特錯 他後來遇到很多的困難 因為他把他當掉了 他們整個月要怎麼找他 拜託 老婆老母 親一個朋友 親一個五十大伯都來了 拜託說 希望可以讓他不要延避一年 做對的事情 你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干擾 但是你問心無愧 今天就算校長要改分數 你問心無愧 因為你沒有做錯事情 你如果把事情做對 給他過了 他一輩子都覺得 他可以英雄苟且 他可以這樣子得過且過 美國的教育跟台灣的教育 德國的教育跟台灣的教育 差別很多耶 中華民國對我們的教育 就是讓我們聽話照做 中華民國的教育 就讓我們 越學越笨 這是中華民國的教育 我自己在做教育 我很清楚 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亞利桑那州 他白天很冷 白天很熱 因為在沙漠裡面 晚上很冷 他們的學校的學生 學校學生 到了六年級 都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課 就是兩個兩個一組 兩個兩個一組 男生男生女生女生 他們去野外 去做健行一整天 當然會做很多安全設施 他會把所有的安全的過程 流程 你要怎麼走去那個定點 給你地圖 然後怎麼再走回來 但是你們要兩個人 互相協助 去做完那一天的 自我挑戰 其中就有兩個 小男生 國小六年級 他們就開始走 他們很認真的走 他們也很認真的 中午就走到目的地 然後太陽 陽光不錯 吃完午餐 下午要回來了 一切都很順利 對不對 然後在回來的路上 突然 沒有看到那個雜草 蓋住 底下有一個坑洞 兩個都跌下去了 兩個人都跌到坑洞裡面 很恐怖 三十公尺深 三十公尺深而已 沒有多深 各位知道三十公尺多深嗎 三十公尺 幾樓 想像一下 差不多十樓 幾樓差不多三公尺 從十樓高跌下去 很恐怖對不對 其中有一個男生 手斷了 跌下去手斷了 另外一個男生趴在那裡都沒有講話 這是真事 在美國真人真事 那個男生 趴在地上的那個男生 就一直哀 好痛喔 這邊痛那邊痛一直哀 哀到哀不叫沒有這樣 另外一個男生問他說 比如說他名字叫George 他說George我請問一下 你可以爬得上去嗎 我手斷了 他說他爬不上去 他說我們不能在這邊 因為沒有人會來救我們 等到他們發覺我們不見的時候 晚上不見再出來找 我們可能已經人死了 因為亞利桑那州 到晚上是0度以下 他們會失溫 他說我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爬出去求救 他說躺在地上那個說我爬不動 手斷了那個說好我試試看 他抓了一個藤蔓開始往上爬 一隻手兩隻腳 爬到快要到洞口很高興 結果藤蔓斷了 再一次從10樓再摔下來 一隻手一隻腳斷了 他躺在那裡完全沒有辦法動 他說我真的沒有辦法動了 我連講話都很困難 你如果再不出去我們兩個會死在這裡 另外一個告訴他說我真的動不了 我真的丁擋不住 我沒有辦法動 那個斷了一隻手斷了一隻腳的人 再選了一根比較粗的藤蔓 剩下一隻手一隻腳往上爬 爬出去了 他爬到路邊的時候天快黑了 當救護車把他送到 那個他看到人家救了他 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 他還說我 哪一個地方還有一個我朋友在裡面 他受傷比我更嚴重 所以救護車呢 馬上再去把那個男生救出來 一到醫院檢查 沒有什麼傷耶 只有手腳擦傷而已 四肌整肌都好好 他怎麼不敢爬出來了 他怎麼怎麼不敢爬出來了 他們就問那個男生 因為當地報紙都有報導 兩個人齁 一個台灣來的小留學生 一個美國人 兩個跌到洞裡面 那個美國人斷了一隻手一隻腳 救了那個台灣的小留學生 而那個台灣的小留學生呢 身上沒有傷 沒有什麼大傷 手腳都沒有斷 被藤蔓擋住所以摔下來 可是他躺在那裡都一直哀哀叫 哀的以為那個美國人 傷得比他更嚴重這樣 美國人以為那個小男生 傷得比他更嚴重 這是台灣的教育 讓小男生齁 台灣現在父母親對小朋友的教育 不是這樣嗎 過度保護 不是對我們七年級都開始講 他們是草莓族 當然很多七年級會抗議 可是從小他們經歷過 台灣的打拼的年代 父母親都比較有錢的 但是這些父母親不懂得 怎麼去教育小孩 為什麼美國的教育跟台灣 落後會30年 台灣人學不會獨立 學不會自我做主 學不會自我思考 甚至我 連老師在去跟我很多 律師的朋友在講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跟他們講的合情合理 他們講的你講的都有道理 可是不可能 你講的都有道理 不過不可能 中國美國不會離開 那我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當初是誰 請他來台灣接管 美國 麥克阿瑟將軍 對不對 第一號命令 對不對 所以美國請中華民國來接管 那當初美國有沒有動作 中華民國把台灣人都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美國他本來有沒有準備要動作 所以各位 我為什麼要講戰爭史 我們民政府的官網裡面有四百多篇的戰爭史 你要去了解 當初 蔣介石把我們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來抗議 那個時候呢 蔣經國寫信給他爸爸 我們好像做得太超過了 那個美國聽說又要叫我們去流亡 美國那時候已經有發文問菲律賓 他問菲律賓當時的總統 可不可以讓中華民國到你們馬尼拉流亡一下 菲律賓總統說可以啊 兩天 冷缸 蔣家一家都是賊 來了太恐怖了 所以只能待兩天 兩天之後就叫他轉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始學會思考 這堂課讓各位 先去打開你們的心門 你們先放下你們過去所學的 中華民國所有的歷史 你們放下 你們去聽聽看 為什麼我們講的有道理 接下來每個老師會證明給各位看 下一堂課老師會用邏輯 下午的老師他會用台灣史的解碼 讓各位去了解 每一個每一個那些細節 魔鬼是藏在細節裡面 我先請一下各位很簡單的 我們先打開心門 我先請一下各位 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台灣有沒有奧運代表隊 有齁 我們的奧運代表隊去參加任何奧運 國際的賽事 請問拿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嗎 為什麼 為什麼要拿五環旗 你講不能拿 他們不會這樣講 因為中國打壓我們 所以我們只能帶著五環旗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正統 但是因為中國打壓 如果按照國際法 按照戰爭法 我們是合法的政權 為什麼 人家打壓我們有用嗎 沒有用啊 為什麼我們到國外去 都叫做中華台北隊 到底什麼叫中華台北隊 各位知道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台北隊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台北隊 講一個最簡單的 中華台北 在維基百科裡面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你知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嗎 中華民國當初流亡 他們滅亡了 他們流亡政府要來台北的時候 剛開始 陳成 陳成還是陳怡 陳成 陳怡喔 對陳怡管那個文的 然後呢 孫立仁管武的 所以當初呢 那個台灣 美國拖那個 中華民國來代管台灣的時候 他們是 文的是 文的是陳怡 然後武的是孫立仁 裡面沒有蔣介石耶 反正那時候台灣 裡面就沒有蔣介石的名字啦 他完全沒有蔣介石 然後呢 蔣介石他已經流亡了 中華民國已經戰敗了 他被毛澤東打到 已經都沒有地方跑了 被日本也打到沒有地方跑了 他在重慶的時候 他還是不敢直接飛來台灣 這個在戰爭史裡面都 各位可以看到 那些檔案都已經 我們告贏美國 檔案都已經解密了 他當初 他不敢飛來台灣 他帶著他所有的機要 飛到澎湖 他飛到澎湖 他在澎湖的時候呢 他就運用很多的關係 到美國啊 到哪裡去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來台灣 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流亡 他選擇 流亡到台灣 他覺得比較安全 又是寶島 又是日本人在管的 比較 有紀律 台灣人比較好騙 因為台灣人 被日本人教得很乖 所以那時候呢 他就問 然後呢 當然就派一些 駐美代表啦 派他老婆啦 都到美國去遊說 他老婆 真的很厲害 宋美玲啊 他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在 那時候台灣在 中華民國在美國 有一個大使館 叫雙向元 各位知道嗎 雙向元 宋美玲去美國 都沒有住在雙向元 好厲害喔 他都住在白宮裡面 所以呢最後呢 那個羅斯福就同意 讓蔣介石來台灣 所以呢 那時候呢 孫立仁就從台灣 到澎湖 說我們永遠效忠 領袖 所以呢 當蔣介石來台灣的時候呢 他是要大風工程對不對 有沒有 孫立仁的下場是什麼 軟禁 一輩子 軟禁一輩子 這是過去的歷史 所以蔣介石真的很鬧啊 他真的不是 他真的不是什麼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千萬不要被騙了 好 我講這個 我們再來講 他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到台北了 當初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法裡面 德國打敗了 德國 他有打敗那個 法國 德國有打敗波蘭 所以法國跟波蘭的政府都流亡了 那法國跟波蘭的政府他們要流亡 到底要流亡到哪裡去 他們想說隔著一道 英吉利海峽 所以他們全部都流亡到英國倫敦 好 那時候英國倫敦就有三個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做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做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做英國政府在倫敦 我請問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在座我們年輕人好了 你們邏輯 我們現在年輕我們要學會邏輯怎麼解釋 我請問一下 今天波蘭流亡政府他在倫敦對不對 假設他要選擇臨時的總理 他會叫倫敦的市民去投票 會不會 不會嘛為什麼 幹他們什麼事啊 幹倫敦市民什麼事啊 波蘭政府在選流亡總理 那法國政府要選流亡總理 他會不會叫波蘭的人 反正你們也在 那時候我們一起都在倫敦嘛 你來幫我們投一下票 幫我們選總理 不會嘛 各位瞭解嗎 各位瞭解嗎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選總統 剛剛我們什麼事啊 我們為什麼要去投票 各位瞭解嗎 你是台灣人耶 你是日本台灣人耶 你是日本台灣人耶 你從1945年的4月1號 你就是永永遠遠的日本人耶 因為我們已經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國際上都承認了 就像英國倫敦的市民 不會去選法國的流亡政府總理 也不會去選波蘭流亡政府的總理 那請問一下法國流亡政府 波蘭流亡政府 他們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就地嗎 把英國政府趕走 然後他們就地合法嗎 有可能嗎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這有很困難嗎 這很困難嗎 他們回到他們的國家 恢復他們的國家 不是就合法了 所謂的流亡政府 就在外面流亡 流亡最後如果回到家裡面 然後重新恢復他們的政權 是不是就合法了 所以那時候德國戰敗了 波蘭流亡政府回到波蘭 法國流亡政府回到法國 他們就合法了嘛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要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回到中國嘛 他們回得去嗎 回不去耶 因為回不去嘛 所以就在這裡做鬼嘛 中華民國 1911到1949在哪裡 南京 南京那邊有一個石碑寫 1911到1949 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那他們像鬼一樣又活了69年 他的鬼魂又在台灣活了69年 你們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但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所有的台灣人都被騙了 我們都在幫他數鈔票 你真的在幫他數鈔票嗎 你要繳稅給流亡政府嗎 你叫英國倫敦的市民 繳稅給法國 繳稅給波蘭 他們會繳嗎 那你為什麼要繳 你叫英國市民去當法國的兵 去當波蘭的兵 你會去當嗎 不會嘛 我們比較小 我們比較好去當寄附就對了 對啊 所以你們要開始講 1830年 1830年戰爭之前 拿破崙戰爭之前 沒有國際法 沒有戰爭法 那個時候 生前生贏 那請問一下 16世紀 荷蘭人 16世紀 五百年前 四百年前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2014 1624 2014-1624多少 大概390年前 400年前 荷蘭人經過了 哇看到我們台灣 FORMOSA 好漂亮的一個小島 他叫FORMOSA 他看到島上都是梅花路 我們荷蘭很冷 我們需要鹿皮 島上有蔗糖 那時候的 甘蔗種的蔗糖 比黃金還貴 下午各位就會看到 那個徐格林徐老師 放給各位看 他比黃金還貴 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他有鹿皮 可以幫我們預寒 他有蔗糖 他就 Q一下跑到那個 中國大陸 跑到中國 那邊那時候是明朝在執政 明朝 他會找那個沿海的地方官 他們的什麼 類似就是支府 像我們郡守就是那個地方官 我想要 拿那個鹿皮跟你們做貿易 給我鹿皮跟蔗糖 我可以給你進貢 我來抓鹿 我來種蔗糖 我進貢給你 你看要多少 你知道明朝的地方官 怎麼跟他回答各位知道嗎 這史書都有記載 他說 他說 那不是我的地方 那不是我管的 他說 那不是你管的嗎 那邊不是你在屯肯嗎 他說不是啊 你要去找日本的幕府將軍 所以十六世紀 誰在管台灣 日本 所以日本對我們有很深的感情 他在十六世紀就在管台灣 四百多年前 那為什麼他後來會回去 因為他們實施了禁海令 他們那時候有一個天皇可能覺得 不要在外面擴展 怕他們的人民被污染什麼 所以他們實施禁海令 所以他們全部撤回去內地 所以那段時間真空 再有什麼 西班牙人啊 鄭成功啊 然後到清朝這樣 那清朝到底有沒有整個統治我們台灣 各位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看過 可以給他們看一下那條蚯蚓 我每次都喜歡講那條蚯蚓 日本人到底有沒有統治我們台灣 這是台灣嗎 是嗎 我要跟各位挑戰 我們現在學到台灣地圖 就像當初那個哥白尼說 地球是圓的 結果差點被人家燒死一樣 我現在挑戰一下 這是台灣嗎 你們為什麼說是 我看起來像一條蚯蚓 台灣的西部 這是滿清那時候畫的台灣的地圖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只有 屯肯這個地方六個郡而已 屯肯這裡而已 那其他右邊呢 其他我們的東部 我們的那個中央山脈 我們的東部呢 他根本沒有親盟打 他根本沒有進去過 所以他根本完全不知道那個地方長的什麼樣子 他也沒有辦法畫那邊的地圖 因為那邊都是什麼 生煩 很恐怖 他們進去裡面會被殺 所以他沒有統治整個台灣 他從頭到尾都把台灣當殖民地 所以他是先有權利 才開始對台灣盡一點義務 所以當初 在下官條約 我們現在開始念日本的歷史 各位推薦 推薦給各位兩本 日本比較寫的 各位比較容易一下就看懂的 東大爸爸 連進出版社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代史 跟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這兩本 我們在台北週裡面都有在提到 可以讓各位更清楚了解 我們的日本的歷史 好 這個時候呢 下官條約 他們把這個 還有澎湖 滿清啊 把這個跟澎湖割讓給日本 還有 遼東半島 各位知道遼東半島嗎 在中國對不對 所以下官條約 他是割讓三個地方給日本 一個叫做 一條蚯蚓 一個是澎湖 然後一個是遼東半島 各位了解嗎 他各讓三個地方給日本 那為什麼 十天之內 重新訂一個條約 遼南條約 下官條約之後 馬上在十天之內 再訂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 無條件還給中國 為什麼 1895年 訂了下官條約 他訂下官條約 他訂下官條約 把這個台灣 殖民地 把澎湖 把遼東半島 割讓給 他把這三個地方 割讓給日本 永久割讓 無條件永久割讓 結果在十天之內呢 日本跟中國 日本天皇 跟中國的皇帝 馬上又訂一個新的條約 叫遼南條約 由日本無條件 把遼東半島 再還給中國 為什麼 對 對 沒錯 我們都被中國 交笨了 都不敢回答 我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 每個都舉手搶著要回答 我們在這裡真的很辛苦 這樣 說話都怕說不對 連舉手都不敢舉手 沒有錯 遼東半島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日本佔領了 他也沒有辦法移轉主權 日本佔領了 也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所以他吃不下去 他就吞出來了 吞不下去 他吞不下去 因為那不是他的 那為什麼 台灣跟澎湖 可以永久割讓給日本 為什麼 因為他是殖民 他是中國的殖民地 而且中國只有佔領這樣 你知道接下來 日本花了多長的時間 跟我們的那個英勇的高砂族義勇軍 佔多久才把整個台灣統一 各位知道 那時候我們還遇到太亞族 我到那個司馬庫斯去聊天 就是太亞族的長老講說 當初他們差一點滅掉 他們那時候 長老開會 到底要跟日本 佔到最後一兵一卒 還是保留我們的血脈 真的啊 他們準備要滅族 要跟日本拚了 對不對 他們多羞擁啊 所以他們決定說 算了啦 以後 大家全世界都聽不到 那個太亞族 太亞族已經滅絕了 還不如留下 太亞族這樣 所以現在各位才看到 太亞族的族人 沒有那時候 本來太亞族 是準備跟他們 戰到一兵一組耶 戰到最後耶 會不會戰到最後 真的啦 會啦 因為日本那時候 都是最先進的武器 他就是下定決心 要統一整個台灣 他才能建設整個台灣嘛 你知道謝長廷有講過 日本人鋪的下水道 在高雄啊 可以用80年耶 他們多認真在建設我們台灣 每一個總督 那個歷史 台灣時下午 徐老師會很清楚 每一個總督都很清楚的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主軸 在建設台灣 把台灣建設到 每一個人都非常有禮貌 非常守法際 講到這個 再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 台灣的教授 要去日本 你知道 我有很多教授的朋友 教授 他們都會去做 考察 他到日本的大學 要去做教學的護訪 交流 他從台灣 飛到日本 接待他的是一個台灣教授 因為台灣教授 就在日本念書 已經很久了 他一到東京的時候 他開著轎車去接他 他開著叫車 他開著叫車 台灣的教授就很驚訝 他說 比如說他叫某某先生 他說某某先生 你好厲害喔 教授為什麼在日本東京 你可以開車 他說那很簡單 但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們是中國人 你難道不了解嗎 日本規定 在東京要先有車位 才能買車子 他說 找我身上的朋友 先在那裡買一台車 這裡先做一個車位 坐著 拿著 就有車 就可以在這裡開了 沒有車位也可以開 沒有車位也可以開 喔 好聰明喔 真的很聰明 我們就完了東京三十天 結果過了一年 他又到日本去考察 這次來接待他的是一個日本教授 那個日本教授坐著地鐵來接他 他就看到說 欸教授 你怎麼沒有開車 你們都有錢買車 他說 東京沒有車位不能買車啊 他說我告訴你喔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 是我的 台灣的教授教我的 就告訴他那個方法 他就跟他講說 我如果要這樣做 我如果要這樣做還不簡單 我丈母娘住在鄉下 我在鄉下買一台車就好啦 對不對 但是這樣不守法啊 一點都不守法啊 所以他連想都不會去想 做都不會去做 在69年前喔 我們的長輩都是這樣子 門不用關的 路不時宜 夜不庇護 我們的長輩這樣 都是非常守法會排隊 我到世界各國去吃飯 去排隊 去拿一個景點在玩喔 每次都會被插隊 然後都是那群人在插隊 真的很討厭 都是中國人 真的都是中國人 超沒文化超沒水準 超沒水準 所以我以前都以身為中國人為齒 後來我身份那個真相大白 原來我是被爆去養的 我不是中國人 我覺得太萬幸了 雖然我現在講的北京話 雖然我現在講的閩南話 但是我很慶幸 我還會講英文 不用說我自己是中國人 我真的不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真的跟我們差太多了 他們的文化水平真的跟我們差太多了 而且你下午老師再告訴你 你會知道其實中國人 他們都是我們的後代 他們都是到處的那個各個地方 那個按照DNA來講 他們都是混起來的雜種 中國人都是雜種 這是真的 好 我剛剛講 莉莉莎講到這裡 開始要讓各位看 我們民政府的 我們上課的時候 要開始了解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 合法的 去接管政權 好那我再來問各位 我請問一下各位 美軍到底會不會進來台灣 會 你們都知道會嗎 為什麼 蛤 他本來從頭到尾都一直在保護台 我告訴各位 我那時候在馬祖當兵 在80年的 1991年 我在馬祖當兵 北竿 對啊 我那時候在北竿 然後剛好遇到 那個伊拉克跟柯威特的戰爭 運氣很好 我那時候剩兩個禮拜退伍 真的剩兩個禮拜退伍 然後呢 連長告訴我說 不好意思你沒有退伍架了 因為我們在外島 大概兩個禮拜就退伍架了 結果都沒有辦法 我要揹真槍實彈 然後司長跟我們集合訓話說 現在呢 中國可能會發射飛彈 趁機 因為伊拉克跟柯威特戰爭 他會趁機來打台灣 如果 中國打過來了 我們北竿要死守 像死守四航倉庫 這4000個人就要死守在北竿 沒有任何補給 沒有任何彈藥 什麼都沒有 準備在那邊等死 我想說 我告訴你 剩兩個禮拜退伍 這是真的 那為什麼 中國到底有沒有發射飛彈 李登輝有講啊 中國有發射飛彈 為什麼到中間都不見了 那時候美國就已經在保護台灣 美國本來從頭到尾 在美日安保條約 在所有的條約裡面 美國就一直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 在美國 在台灣的北部 台灣的南部 F-22 台灣的那個 美國的航空母艦 都能在最短的速度裡面 進來移防台灣 所以美國本來就一直在 軍事佔領台灣 一直都在 所以美國軍隊 不是一定會進來 是已經進來了 那中華民國會不會走 中華民國一定會走啦 為什麼 美國是以他的利益為考量 現在美國在全世界 他的首要敵人 各位知道嗎 他的戰略報告首要敵人是誰 中國啊 次要的咧 俄羅斯啊 對啊 我剛剛克里米亞那個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完 有齁 所以克里米亞是 烏克蘭的神聖不可分離 他們實施烏克蘭的憲法 你要看實施什麼憲法 我再請問一下各位 各位知道 那個加拿大 他有沒有自己的憲法 大英國協裡面有很多國家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都是大英國協 加拿大有沒有自己的憲法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 澳洲有沒有自己的憲法 紐西蘭有沒有自己的憲法 各位去查一下 你要了解 以後各位都是專家 你要了解你就要了解 像我們要修那個 民政府的那個必修教材 你上戰爭史裡面都會看到 這些我大概花20分鐘跟各位講 所以像這些你都要了解 當你了解之後你才能夠 當人家在跟你講的時候 你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你才不會被問倒 像很多人就會問一大堆的問題 我之前在我們的政治局裡面 在那邊跟我們的很多同心在那邊聊 我們每一個州都有這樣的法理的研討 你們回到州裡面 他們都會告訴你州裡面的法理的研討會 讓你自己越來越專業 你才能夠繼續做對的事情 遇到很多的阻撓沒有關係 都會遇到阻撓 因為他們會講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 尤其是律師 每次變來變去到最後 我不要跟你講了 他都不會跟我講 因為他講不過我 我講的是真的事情 我講的從頭到尾都是台灣真正的歷史 他講的都是假的 我跟他講說2284年 我跟他講那些 我們這邊很多的前輩都會告訴他 各位很多的歷史 各位如果來這裡這樣聽 他們講不過我 為什麼講不過我 因為我講的是真的 他們講的是 人家告訴他們 他們以為是真的的東西 人家告訴他們說謊的 然後他們以為是真的 所以他們的邏輯經不起辯證 他們每次到那邊 他們就會自己會打劫 遇到那裡他們就會撞牆 那個阿K 你們上那個官網一定都會看到 左下角 那邊有台灣戰爭史 美軍在戰爭法的架構之內 執行琉球佔領的機關 講到這個就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台灣的運氣 也是台灣的這個台灣的不幸 因為當初日本非常重視台灣 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派第十方面軍 關東軍駐守台灣 如果一個作戰者 一個最高領導 他會打的時候 我們知道 正面跟正面 兩軍 正面交接 死傷最慘重對不對 最好是 我的側面的軍隊去偷襲他 或從後面偷襲他 讓他自亂陣腳 他還看到台灣 列出最強壯的軍容 飛機 神風特攻隊 什麼全部都在台灣駐守 我就等你來趴 那時候日本的武器非常精良 美國自認為 可以硬碰硬 占不到什麼便宜 台灣又有高砂義勇軍 所以他們決定實施 美其名叫做跳島戰術 我們都有聽那個潘議長告訴各位 中華民國就會這樣 轉進 蘇人 怕蘇走贏 所以呢 那時候 美國他們決定實施跳島戰術 從中途島 流氓島 一跳跳到琉球 所以1945年的3月26號 他去打琉球 跳過台灣打琉球 1945年的4月1號 戰爭結束 佔領琉球 都沒有我們台灣的事情 他只有派飛機來轟炸台灣 所以他沒有佔領台灣 他如果佔領台灣 台灣今天就不會這麼 我們就不會這麼可憐了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被他真正佔領過 1945年4月1號他佔領了 就馬上成立 流氓島列島美國軍政府 所以你看1830年之後 實施戰爭法之後 每一個佔領者 他佔領一個地方 第一件事情 就成立軍事政府 然後再設立當地的民政府 所以他成立 琉球美國列島軍政府 然後呢 成立沖繩諮詢會 成立沖繩民政府 有沒有看到 他馬上去這樣子進階 按照完全按照法理去做 再接下來 宮古民政府 淹美群島臨時政府 然後呢 琉球諮詢委會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由於1945年到1952年 經過了七年 成立了琉球政府 所以美國軍隊 佔領日本 是 從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成立沖繩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然後再來 琉球列島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設立琉球政府 琉球政府 他叫琉球 搞獨立 他希望波多黎克 可以獨立 可是波多黎克 打死都不獨立 波多黎克 現在吃好 用好 穿好 他幹嘛獨立 他就永遠都給美國管 美國又有憲法 又有規定 不能成立五十一週 他現在就給他投票 公投說 我們願意成為美國 第五十一週 美國說 那不是擺爛給我們 我們又不能 又不能讓你當 第五十一週 所以波多黎克 他就這樣子 不用當兵 不用繳稅 直接東西可以到美國 不用打關稅 所以他可以勞力輸出 他可以貨物輸出 他比簽ECFA 簽TIFA 簽什麼法都好 我們台灣民政府 阿伯這樣好嗎 對啊 這樣最好嘛 阿伯我們可以 省很多錢 我們不用做兵 我們也不用成立什麼 外交部 這些都每年 省下好幾千億 我們就可以像新加坡一樣 你知道新加坡有食堂 有那個24小時 你只要願意 到那邊隨時 他可以到那邊隨時去吃東西 24小時 你不會養死 他那新加坡人沒有餓死跟病死的 所以我們以新加坡為模範 我們希望台灣以後也沒有餓死跟病死 對 不是說沒有餓死跟病 我講錯了 沒有因為沒得吃餓死 因為沒有錢看醫生病死 當然會有病死 沒有病死還得了 台灣的醫療太進步了吧 沒有因為沒錢看醫生病死 沒有因為沒錢吃東西餓死的 這是我們以後的目標 所以政政法推論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應該要怎麼樣 剛剛劉球也看到了嘛 所以各位很清楚嘛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第一個要怎麼樣 成立美國軍事政府嘛 所以美國在台灣一定要先跳出來 美軍在街上跑跑跑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知道了 中華民國也跑跑跑 所以要成立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下面才有台灣政府身份證 所以你摸軟條 他有順序的 有優先順序 我們以後做事情 給各位四個字 優先順序 我們在做教育訓練 都一直在告訴學生 你生活裡面如果有優先順序 你的生活會很輕鬆 你生活裡面沒有優先順序 你就像蒼蠅一樣 每天無頭在忙 忙翻了 優先順序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接下來台灣政府身份證 在接下來成立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或台灣政府 所以當他 麥克阿瑟將軍第一號命令 請中國來代為執行 佔領台灣 他應該怎麼做 他應該是不是第一個 設立 中國軍政府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對不對 他跟這裡都有 有沒有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有啊 在台人耶 然後接下來呢 有沒有台灣民政府 沒有 他接下來應該設立 本職為台灣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行政長官公署 後來有沒有 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有沒有 有啊 他後來有沒有要廢省 為什麼美國不准李登輝廢省 這是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唯一合乎法理的 他怎麼可以廢 所以現在後來台灣民政府 台灣省政府變什麼 動省 對啊 也不能讓中國人去 這個是我們要當那個 首長的 不能讓中國人 所以宋楚瑜是當幕府 從來 他有 租金 用一個 其實 這個 現在有 他指定 中 他主要公园 現在 那些民主的分子在裡面遍地開花 所以他們要把他集中管理 換講劉翁政府他本來要集中管理 所以他要讓中國的第二代在台灣第二代 在平潭集中管理 所以條件開得很好 你只要是中國第二代免費送你一棟房子 給你吃、給你穿、給你住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福利損失 你也不用替你的 可能有一些中國的好朋友 替他們這樣煩惱不用 他們本來在台灣就一直受良好的教育跟訓練 所有的外交官 所有的剛剛你們都聽民主長講過了 那隻狗可以做我們的總統 可以做到這麼好 結果他都是保送的 他都是保送的 沒有我想到真的很小 我不應該這樣人身攻擊 但我想到很好笑 什麼叫陸榮 陸耳朵裡面的毛叫陸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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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得很好笑 你不要搞搞 我們沒有規定總統要什麼都知道對不對 你們覺得我知道很多 我也不是什麼都知道 對啊 你跟我講很多我也很多都不知道 你知道當初 如果蘇東坡 看到王安石的一首詩 說那個江南 有那個鳥 叫的聲音像狗叫 鳥的叫聲像狗叫 他還跟他講說 那是一首詩 他說狗屁不通 他還給他打擦打擦 結果蘇東坡 他一到江南 他半夜聽到狗叫 他就問那個地方官 他說 他說這是一隻鳥在叫 真的假的 鳥叫的跟狗叫 原來王安石說的是真的 有鳥的叫聲像狗叫 他做什麼動作 他第一個跟王安石道歉 他寫信跟他道歉 對不起當初誤會你了 是我自己才書學潛 蘇東坡是非常非常 這個博學多文的人 他馬上道歉 你錯了你就馬上道歉 9%還一直不願意道歉 以為自己長的帥就可以這樣嗎 我也很帥吧 我有比他醜嗎 道歉就沒事 台灣中國民政府 要設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改制為台灣省政府 或台灣民政府 或台灣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的 佔領當局 在1945年的10月1日 依照盟軍協議得以分配 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過 我們台灣人設立台灣民政府 反而把我們台灣人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女兒到學校 她聽我上課很多 她到學校跟她同學講 台灣沒有光復節 我們不是中國人 她同學都跟她比這樣子 真的 她不管跟客家人 不管跟閩南人講 不管跟平埔族的 我們台灣人講 她每個人都跟她比這樣 很可憐 她講真話 爸爸很奇怪 講真話都被人當做瘋子 難道我們那些 精神病院裡面都是正常人嗎 這樣子小朋友會思考 至少他懂得思考 原來精神病院裡面的人 搞不好比我們還正常 對不對 我們每次都喜歡講那個 講中正的笑話 為什麼 那些領導人真的太可惡了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 有一個瘋子 他在精神病院 一直說自己是蔣中正 蔣中正 結果呢 後來又來了一個新的 新的那個精神病患 他說他也是蔣中正 然後那個裡面就想說 兩個蔣中正 把他們兩個關在一起 看會怎樣 結果第二天早上起來 他就問說 你們兩個蔣中正 吃早飯了 他說 沒有啦 40年來我都以為我是蔣中正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我是蔣夫人 好 來 他沒有協助我們齁 所以在戰爭法架構裡面 他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設立 運作占領的責任 來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台灣地位只要中華民國再來一天 台灣地位永遠沒有辦法正常 美國軍事政府來到台灣 台灣台灣的地位才有辦法 慢慢的正常化 美國進來之後 日本齁再進來協助台灣 台灣的地位才會一點一滴的 慢慢的正常化 所以中華民國在這裡 在一百年在兩百年 也永遠不會回到聯合國 也永遠不會回到什麼 那個什麼衛生組織什麼 都不可能 因為流亡政府 在戰爭法裡面規定 他就不能就地合法 他就不能移轉主權 各位一定要清楚這一點 要深深的牢記 1952年4月28號 中國殖民政權在美國當局認可 代理美國軍政府 苟言殘喘 代理 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當局有完全有立場 親自執行日本台灣佔領 依戰爭法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各位很多的州 你都會看到 我們都會貼出標語 歡迎美國親自執行軍事佔領 歡迎美國親自執行軍事佔領 這是完全合法的 完全合乎國際法 完全合乎戰爭法 請問一下各位 到目前為止 你還沒有買那個 台灣戰爭史 跟那個台灣 那個新台灣論的舉一下手 看一下 是沒有帶錢嗎 沒有帶錢我們可以先預知 我告訴各位 你們一定要看 你們花再多時間 我告訴自己 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我做的教育訓練 基本上跟那個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我以前 一大早起來 我會先閱讀 各式各樣的書籍 但是我現在每天 一大早起來 五點多六點多 我第一件事情去開官網 你要一定要每天 上官網的習慣 你一定要常常去翻 所以我鼓勵各位來考軍手 你至少會去翻那個本土 那個新台灣論 跟那個台灣戰爭史 你會開始閱讀 念書念得慢沒有關係 中國大陸都有千箱萬財計畫 在讓人家脫離文盲 印度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沒有閱讀的習慣 我們跟文盲有什麼兩樣 真的有很多書可以看 真的 每年齁 每年齁 在台灣超過的 新書發表超過三萬本 真的看不完 我們的老師齁 以前老師規定我們 一個禮拜看一本 一年也不過看五十幾本而已 所以真的要養成閱讀的習慣 閱讀的習慣 跟運動的習慣一樣 就像抽菸的習慣 習慣都是可以養成的 習慣都是像那個 細線齁 那個神線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跟各位講太多注意力 但是你只要知道 當你養成這樣習慣 你每天每天每天 我問各位 像那個李家彤 他有提到過 他說學英文 現在很多人在講 學英文有捷徑 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就看得懂英語新聞 那真的嗎 大錯特錯 那都騙你去買東西 學英文有捷徑嗎 沒有啦 你每天背三個單字 你一年可以背幾個單字 一千個 就是這樣慢慢背起來 當你背了兩年 兩千個你就敢開口講英文了 沒有很簡單 像我一樣 把自己丟到美國去 很快就會講英文了 尤其是 去到美國 通通沒有中國人的地方 通通沒有台灣人的地方 你一定要會講 因為他在講什麼你聽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講 剛開始比手畫腳 他單字講了很多次 你就可以問他 是這樣的意思嗎 真的到美國 半年我保準各位 英文就講得下下叫 如果各位財力夠雄厚的話 我告訴各位 你要開始醒過來 我們不用繳中華民國的稅 我們也不用當中華民國的兵 很多時候我們的義務都不用禁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以為 那是我們應禁的國民義務 是 我們沒有辦法跟中華民國要 中華民國也會落跑 他就當作強盜進來 搶了就走了 我們只能跟美國要 我們要去跟美國要 是美國派他來的 他進來搶我們的東西 中國佔領當局 他對本土台灣人一直用兩面手法 第一個 你不順從 殺無色 戰爭法 殺無色 你順從 你順從 我就 把你變成台灣人 把你變成中國人 所以他兩面手法 你要死還是要換 換你就做中國人 死你就做台灣魂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多的先賢先烈 各位知道228事件 到底多少台灣人犧牲 各位知道嗎 讀書分子 超過22萬5千人 他都跟你說幾百個幾千個而已 你在問蔡財源蔡老師他會告訴你 人家那警備總部 他只有到地下二樓還是地下一樓 然後他每天半夜 他趴在那裡 他被人家拷問的時候 聽到半夜地底下都有人在哀嚎 還有地下三樓地下四樓 那些老兵 掐死一個五塊錢 掐死一個五塊錢 真的啊 好這裡面的文字很長 真的沒有很多時間 各位可以進去裡面看 拜託各位真的要看 然後下課以後 我們那個賣書找我的小姐 他做的真的很辛苦 每天這樣子高熱在這裡當志工 請各位讓他有一點事情做 沒有他坐在那裡 蠻無聊的 所以下課記得找他去買書好不好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本土台灣人不服從 沒有辦法生存 順從被視為中國 中國人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進退為骨 淪為政治煉獄 我們現在生活在政治煉獄啦 我們一直都不用投票 我們一直都在投票 本土台灣人現在可以採取兩手策略回進 我們需要順從中國佔領當局 暫時效忠 但是不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所以我們不使用暴力 不使用武力 我們不要讓他有任何機會 用戰爭法 來對付我們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一直不斷的在連結每日 我們8月12號 又要去日本 敬國神社參拜 有點辛苦 但是我希望各位真的可以 大家一起來 因為我已經報名繳錢了 我希望各位可以陪我一起去 要穿西中打那幾代 要穿這樣 然後再三十幾度的高溫 挑戰 可是為了台灣嘛 所以我們要讓台灣的地位 我們現在要讓台灣的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完全的切割 以後跟中國當貿易夥伴就好了 當好朋友就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沒有辦法跟各位講很久 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來和平奮鬥 我們來救台灣 這樣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